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 在该机场转运的货物量超过17万吨 据德新社报道 该机场如今自不抵债 宣布破产 巴特克罗伊斯纳赫地方法院19日公布了这一消息 哈恩机场地址位置偏僻 早年间曾是驻德美军的军用机场 冷战结束后 美军抽出 自此之后 低处偏僻的该机场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90年代末 莱法州政府接管了该机场 1999年4月 第一架客机在那里降落 塞尔兰低成本航空公司瑞安航空运营的一架飞机 当时机场方面称 这是一个历史性日子 预示着整个德国航空旅行的新时代 低成本航空公司时代 最多时从法兰克福哈恩机场出发 可飞往30个度假目的地 该机场的财务状况也一度有所好转 不过 由于该机场既不通铁路 也不通高速公路 其财政状况后来再次吃紧 2014年 该机场亏损4000万欧元 在这一背景下 来法州政府考虑将这座机场 出售给私人经营者 2017年8月 德国来法州内政部宣布 州政府持有的哈恩机场 82.5%股份正式授予中国海航集团 交易金额为1510万欧元 州政府继续保留17.5%的股权 这笔交割完成后 海航集团正式成为德国西南渔 这座机场的控股方 不过 近年来海航集团自身也是麻烦不断 这家民企赤台高筑 近年来出售了不产资产以获得流动资金 其股权结构不透明的问题也备受诟病 逐渐引起中国政府和海外监管机构的关注 今年2月 海航集团因债权人提出申请 启动了破产重组程序 今年9月中旬 海航集团发表声明表示 该集团董事长陈锋 以及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实施多项调整 允许外资投入VPN服务 中国政府近日向北京市开绿灯 允许该市向外资开放中国国内互联网虚拟 允许外商从事除了台湾外的境外游 鼓励外商投资城 教培训机构等 这显然释放出中国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信号 据财新等媒体报道 中国国务院10月18日发文调整 多项规定在北京市的实施 继续推动外资进入电信增值业务等领域 报道称 中国将继续推动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络服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等电信增值服务的开放 根据2020年7月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先于中国入市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0% 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 在中国 VPN服务被广泛用来绕过中国的防火墙 连接到海外服务器 很多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都依赖这项服务 南华早报在相关服务中指出 虽然中国政府允许公司们寻求特别批准 以使用VPN访问在中国被封锁的外网 但同时当局也一直在打击未经许可提供VPN服务的供应商 2018年4月1日 所有未经中国政府核准和授权的VPN服务都有被封锁和屏蔽的风险 也曾有个人因使用未经授权的VPN服务翻墙而受到惩罚 根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除了北京市向外资开放VPN服务 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文件 还包含一系列暂时调整实施内容 总共涉及八个规章制度 触及信息技术娱乐教育等行业 其中包括 由北京市制定发布鼓励外商投资经营性成人类教育培训机构 支持外商投资举办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具体管理办法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海电源 取消信息服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 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和示范园区 取消互联网接人服务业务 仅限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接人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 在通州文化旅游区 允许外资投资文艺表演团体 需由中方控股 允许在京设立并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旅行社 从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 放宽外商投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准入等 中国国务院表示相关内容立即生效 可能会根据试点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候进行调整 这些内容从整体上放宽了对外商的限制 释放出中国领导层要推进对外开放的信号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会为外国企业提供机会 继续推进对外开放 在李克强10月18日与默克尔的视频会谈中 这位中国总理也表示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 不过南华早报文章也指出 在宣布放宽限制的同时 中国当局也一直在加强对数据教育等多行业的管控 不久前 微软旗下的领英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 而领英是美国在中国最后一个主要社交媒体 对于关闭中国服务 领英给出的理由是中国越来越具挑战性的经营环境 和合规要求越来越高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加速民族童话步伐 从少数民族儿童开始推广 中国正在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同步步伐 国务院9月底 透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发布 正式宣布要对少数民族儿童 加大中文和汉语的推广力度 专家表示 此举等同宣告要灭绝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恐引发西藏内蒙和新疆等民族的强力反弹 在这份最新版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 少数民族一词已经完全销声匿迹 其中攸关儿童与教育的章节 包含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儿童 使用本民族语言 接受教育的权利等条文已被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力度等措辞 也就是说未来少数民族的儿童只能读中文 读汉语 不再使用属于母语的族语 对此 华尔街日报于10月8日解读 此纲要显示 中国共产党已正式祭出民族同化的大旗 未来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管理上 将以文化同化为核心原则 除了语言政策的更迭 中国近年也改派非纯本地人 来出任自治区政府的主席 据北京青年报10月9日报道 原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辞职后 由中共西藏党委副书记 拉萨市副书记严金海 出任该自治区的副主席 并代理主席一职 齐扎拉是云南香格里拉藏族 严金海是青海藏族 两人均飞在西藏土生土长的藏人 另外 今年8月 集贯辽宁的王立霞成为内蒙古史上第一位外籍主席 王立霞虽属猛族 但非纯猛 且在内蒙古工作仅仅5年 在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里 西藏内蒙古及新疆三地的民族认同 和集体权力诉求最明显 其权益也最受外界关注 《华尔街日报》早于7月就报道 中共已在西藏扩大其民族童话运动 2020年夏天 中国号称 蒙古族自治区 因为官方强推国家统编教材 引起当地爆发大规模反汉语教学的示威 许多蒙古族学者和家长忧心忡忡地表示 该教材将弱化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 甚至消灭他们的蒙古族母语 不过 内蒙古官方不顾民间反对声浪 今年秋季学期 仍有三个科目使用汉语教学 另一方面 新疆因为涉及种族灭绝的再教育营 自2017年以来 引发国际关注多年之后 北京政府日前邀请美联社走向新疆 美联社记者发现 虽然许多再教育营已经被关闭 新疆公共建筑外的铁丝网和许多监控摄像头也已经消失 但对维吾尔族的打压仍随处可见 大规模的监禁系统也成为永久性的拘留设施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奥运圣火采集之际 人权活动人士再次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 人权活动人士19日在雅典举行记者会 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和运动员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否则就是他们指控北京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的帮凶 北京将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举办冬季奥运会 但是随着奥运日期的临近 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的行为 越来越受到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抨击 18日在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场 遗址举行北京奥运圣火点燃仪式时 就曾遭遇抗议者闹场 三位抗议人士举着一面 写有不要种族灭绝奥运字样的横幅 和一面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 高呼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口号 在闯入禁区试图接近生活火炬时 遭到现场警察的拦截和拘捕 三位被捕的西藏人权支持者 目前仍然在压 虽然已经首次过堂 仍不清楚检方将对他们提出什么指控 不过有希腊当地民众 出面对他们表示关心与支持 并向他们提供食物 路透社引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 与传播负责人阿金 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说 奥运火炬本来代表和平和希望 但是对我们生活在残暴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而言 这代表着对中国极端压迫行为的全球性同谋 美联社引述国际西藏网络执行主任 麦迪麦基翁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说 我们再次目睹国际奥委会的虚伪 他们把奥运火炬交给一个完全不尊重 奥运理想的主办国政府 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中一样 中国政府被指控在新疆 西藏和香港实施高压统治 并侵犯人权 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 曾呼吁国际奥委会 在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族 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士实施种族灭绝 将北京冬奥会延后举行 或迁移至其他国家举行 不过针对抗议者的批评 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 作为一个国际体育运动组织 它无法涉入或管辖政治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18日出席古代奥林匹克 奥林匹亚运动会 以指的生活点燃仪式 至此时表示 奥运会的政治中立立场 必须受到尊重 尽管人权团体 以及美国国会部分议员 一再呼吁各国政府运动员和赞助商 抵制北京冬奥会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参与抵制 人权与社运人士的记者会 在雅典市中心的一家旅馆举行 现场有大批警察戒备 人权与社运人士18日 除了在圣火点燃仪式现场举行抗议外 也曾在雅典未成前 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抗议示威活动 那一次抗议示威活动 同样遭到警方的迅速阻止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